这仗啊一打的顺利 这印提啊就有点飘了 在他心里啊是这么想的 爸爸既然放心把这十万大军交给我手里掌握 那惹定啊是有心立我为储 做将来的皇帝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五十七年 康熙的十四皇子 顾山被子印提 被封为亲命抚远大将军 去平定青海的叛乱 这是咱们九子夺迪这段故事当中啊 不得不讲的一个情节 要是讲这段故事啊 咱们就得交代一下 这老十四为什么被封为亲命抚远大将军 就是他爸爸嘴里那个大将军王 去青海平乱呢 青海到底谁叛乱了 其实这青海并没有什么人叛乱 只不过是准卡尔韩国的大韩策望阿拉布坦 派兵进驻了西藏 这一下啊就动了大清帝国盘子里的蛋糕了 因为这西藏啊 是清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康熙皇帝才封了十四辈子印提 为亲命抚远大将军 借到青海入藏平叛 准卡尔韩国 这位大韩策望阿拉布坦 您听着呀 可能有点耳声 但是他有一位叔叔啊 您一定不会陌生 那就是跟康熙皇帝找了一辈子茬 让康熙皇帝追着揪着围着打的准卡尔韩国大韩 卡尔丹 我想来想去呀 我还是有必要把当时啊 这准卡尔韩国这些历任大韩的背景 以及人物关系给您交代一下 当时的准卡尔部啊 盘踞在天山一带的牧场 也就是现在新疆伊犁一带 这卡尔丹呢 在家排行老六 他的爹呀 就是大韩土尔魂台籍 土尔魂台籍死了以后 就由他的大儿子僧格继承了韩位 这老六卡尔丹呢 一看这韩位跟自个儿也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啊 就去西藏学习了佛法 这一下子可就有了大成就了 他是这格鲁派大师 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的双重学生 最终啊还成为了蒙古族的活佛 伊咱呼图克图 也叫做温沙活佛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的哥哥大韩僧格 被同父异母的兄弟 卓特巴巴图尔 联合这车臣台籍给杀害了 眼看准卡尔韩国 主右国仪就有被分裂 或者是被吞并的危险 因为这个时候 被杀害的大韩僧格 长子策望阿拉布坦才七岁 于是这温沙活佛 盖尔丹一拍大腿啊 他还俗了 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三下五除二就平定了叛乱 这下活佛改大韩了 盖尔丹当了大韩以后啊 野心挺大 于是就向东扩张 这下啊 就动了康熙皇帝的奶酪 那还说什么 打呗 康熙皇帝三次亲征 联合了成年的策望阿拉布坦 把这盖尔丹呢 打了一个穷途末路 只有隐阵自杀 最后这骨灰啊 还被他的侄子策望阿拉布坦 献给了康熙皇帝 那当然了 顺理成章 这策望阿拉布坦 就成为了大韩 策望阿拉布坦和盖尔丹不同 他的施政方针啊 是联合大清的 盖尔丹吞并清朝的国土 那背后啊 是受了沙皇俄国的蛊惑和支持 这策望阿拉布坦不同 咱们在这儿啊 必须得说明一下他的功绩 就在新疆与沙俄的边境 这沙皇俄国的军队 两次入侵 都被这策望阿拉布坦 带领着蒙古骑兵 给垮抽回去了 策望阿拉布坦 这大韩啊 干的不错 比他的叔叔 爸爸 爷爷 干的都好 逐渐呢 就控制了西域地区 这人呢 都是有欲望和野心的 逐渐强大以后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 就决定西征 要攻占西藏 六千蒙古骑兵啊 沿着现在的新藏公路 就杀进了西藏 当时啊 西藏的最高领袖 是拉藏韩 这拉藏韩一看啊 这蒙古人打来了 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就只有带着刚刚选定的 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也就是后来的七世达赖 躲到了青海 急急忙忙的写信 向中央政府 他大哥康熙皇帝求援 依着这康熙皇帝 头两点的脾气啊 那就亲政了 可是现在不行啊 依康熙五十七年 康熙皇帝啊 已然六十多岁了 再者呢 这青海西藏啊 他是高原 这高原反应啊 那惹定是怪吓人的 到那这仗打的好坏还不说 再把老皇的命扔那 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康熙皇帝 就决定派一名皇子领兵出征 这选定老十四啊 按理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那无非就是 只有这老十四 能够胜任此职 怎么着 也得找一个懂兵法 会带兵的阿哥吧 就在这康熙五十七年的十月 印提被任命为 福远大将军 统帅大军进驻青海 讨伐策望阿拉不坦 封大将军王 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 这康熙皇帝有旨意 印提出征 用整皇旗之道 依照王道式样 出征的时候 康熙皇帝 在太和殿门前的广场上啊 还给大将军王印提 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出征仪式 并且下诏告知青海王公 大将军王是我皇子 阙系梁将 带领大军 深知有带兵才能 故令长生杀重任 而等或军务 或陈系事项 应谨遵大将军王势令 您瞧这道旨意了吗 就相当于上方宝剑一样 大将军王印提到了西北以后啊 一看这形势啊 哎 这仗不难答 为什么呀 因为这入侵西藏的叛军啊 归了包多才六千人 这引提手上啊 有八旗兵丁 还有这四川陕西的绿营兵 还有青海诸部的蒙古旗兵 加在一起啊 十万余众 巡抚四川年耕摇 总提掉粮草 所以这后勤保障 又是相当的充足 大将军王兵分两路 一路大军围剿叛军 另外一路 则护送达赖喇嘛 回拉萨坐床 这也是印提一生当中最大的功绩 深深的拉进了汉藏满藏之间的感情 加深了民族融合 再一次奠定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领导地位 这仗啊 一打的顺利 这印提啊 就有点飘了 在他心里啊 是这么想的 爸爸既然放心把这十万大军交给我手里掌握 那仁定啊是有心立我为储 做将来的皇帝 就在康熙58年 这印提亲率大军驻扎到了西宁 当时啊 他手里握着重兵 实际上啊 有十万兵马 可是对外吹牛说啊 他手里有三十万大军 这仗呢 打的又很顺利 这后勤补给 又跟他上 他觉得歼灭叛军是指日可待 这一个胜仗下来啊 爸爸就可能把自己策立为太子 哎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听说了 他听说呀 在西宁本地 有一位算命策字非常准的先生 叫张凯 据说这位张凯啊 那真是一位活神仙 算命策字不用看人 拿鼻子一闻呢 就知道对面坐的是何等人物 何许人也 哎 这个功能通常不出现在人身上吧 这张凯 见了十四皇子以后 针对得起这大将军王 这好话呀 是张嘴就来 这张凯说呀 您的命相是 远武当权 贵不可言 将来必定有九武之尊 这运来呀 就在三十九岁时 主大贵 当年的应提 三十三岁 三十九岁呀 也就是六年以后 我想啊 这张凯这话呀 一定是反着说的 六年以后是什么情况呀 那六年以后 这当年的大将军王 应提 被他哥哥改了名字 称允提不说呀 还被圈禁成了一名囚徒 嘿嘿 这是后话呀 咱们先按下不表 可是当时的应提呀 听到这话之后啊 他飘了 心想啊 天意 这是天意 我当皇帝呀 那是该着干着的事 没过两年啊 这六千叛军搅的也差不离了 剩下几百呀 跑回了伊犁 康熙六十年的五月 应提 移兵甘州 他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 大兵进驻新疆 乘胜追击 直到策望阿拉布坦的老巢 就是伊犁 可是啊 就在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朝廷来指议了 让印提啊 先把剿灭策望阿拉布坦的这事放放 先要回京述职 回京以后啊 这印提才明白 爸爸康熙啊 并不想剿灭策望阿拉布坦 康熙皇帝认为 有策望阿拉布坦率领部众 盘踞在西域一带 能够牵制抵御沙皇俄国的南进 一旦策望阿拉布坦被剿灭以后 兴起一位亲俄的大汗 那新疆的大片土地 岂不拱手送予沙俄 这可就得不偿失了 那么既然这样 印提认为 术完职以后 就不用回西北了呗 这爸爸岁数也大了 眼看着呢 这大魏的事也要定下来了 万一老皇帝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不在京师当中 多被动啊 可是这事情 没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 他术完职以后啊 康熙皇帝 执意让他回到西北前线当中 没办法 康熙的话呀 那既是圣旨 也是复命 福远大将军只能领圣旨 是复任甘州 这甘州是哪啊 甘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张业市 临走啊 这老十四 还紧着丁主 与他交好的九爷印堂 说皇父年事已高 京中若有何动向 应速报我知 这九爷印堂啊 是满英满许的 答应了下来 可是啊 这计划远没有变化快 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 打闪认真的功夫 就在畅春元 康熙皇帝驾崩了 雍正皇帝登基了 这九爷印堂通风报信的信件 还没到达大将军行在 这雍正皇帝的圣旨就先到了 命 福远大将军印提是回京奔丧 那有人就说了 这福远大将军印提 手握十万重兵 这皇上的接班人不是他 四哥当了皇帝了 那他怎么就不反呢 反啊 太难了 这大将军王 环顾了一下四周 负责他大军补给的 原四川巡抚 年庚瑶 如今已是川山总督了 也就是说呀 这大将军王的军中 所有补给 一搓岩一肃米 都是这位川山总督 年庚瑶补给的 这就是一把大钳子呀 直接掐在了引提的脖子上 自己的副将严信 还没等自己回京呢 雍正皇帝的圣旨就来了 进封 郑国公严信 为被子 用脚步鸭子想啊 都能猜到 这郑国公严信呢 那肯定是 当年四阿个印针的人 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 就这样 还造反 轻举妄动 没等自个儿回京城呢 也许在张业就人头落地了 再有了 这八旗将士和绿营兵丁 您要是打仗啊 我们关的是朝廷的响 替朝廷出力 您要是叛乱呢 我们玩不起 不奉陪和您一起掉脑袋 所以呀 这印提也只有搭了这脑袋 回京奔丧 今天呀 这大将军王平定青海 咱们告一段路 精彩回目 就在明天 这大将军王印提 要大闹 灵堂